玩牌路人局25星29砂 本期视频的主题是 手机天花版主播 IK雨果中原距离红颜之王 目前进入本局战斗的中后期 雨果已经掌握11砂 接下来都是精彩绝论的视觉盛宴 楼顶传来脚步声不能鲁满冲上去 先手一颗雷整身 这里仔细听楼顶有失奔带的声音 抓住这个机会果断强压 打药必然不会在门口 雨果跳枪预判少射 敌人足够谨慎 但是他的队友架枪不给力 导致被泛倒在地 细看假车库楼顶的敌人 他的位置完全没有发挥 该有的作用被打的落荒而逃 雨果的强项不是进展 而是中演距离 之前也听过他被称为 主播界的赏兵这个称号的由来 也正是他在各种赛事的精彩表现 右边突然闪出一个敌人 瞄断夭射击倒对方 狮子操作如此实话 手术肯定也是经过酷炼出来的 他的近战相比较 中演距离的精准枪法 稍稍差点 但是综合实力也是顶尖高手系列 只是这一顿操作下来 爱好小蜜蜜被连打逮捕 如果不掉倒地的敌人 便直冲根距离 只剩最后一个敌人 在心理上已经被瓦解 细清假车库里面的 脚不胜焦躁不安 自信即是巅峰 如果一人在此斩获三杀 这场战斗完全也是免压性质 一人的个人实力不强 而且会回不到位 只是可惜了二号队友被连打逮捕 剩下三号队友完全不开脉交流 导致决赛圈被敌人当成固定打 一发露风 有时候战场意识 真的就是高手必备技能之一 在进入决赛圈之前 二人再次遭遇活力车的突然袭击 一辆红色载具飞驰而来 瞬间激活扫射 如果预感无妙 迅速停车 以速为底三倍开进 跟枪扫射 留下两年 抬枪不掉倒地的敌人便顺势 前压又是一场有如砍瓜切菜的战斗 三号承受了活力打击瞬间藏血 如果发现目标切换石卡三倍开进 顺满地人 紧接着收枪快速前进 第一时间锁定敌人的大概位置 切换第一人称预秒其中 三号队友后方活力 掩护敌人枪声响起 位置基本锁定 如果手持1MP15 敌人被左右将近红点开进 将其淘汰 18杀进入决赛圈 细看这个位置 三号队友趴得高 看得远 但是目前四处充满威胁 你固定不动 无一就是活靶子 如果不停走位 以防备一发入魂 话音更落 西方向就出现敌人的声音 但是 但是 三号DP28枪声响起 结局可想而知 被AWM一发入魂 跟随二号 问座观赞席 这时 已经给了对方 直扎防去的机会 如果也是第一时间 做好应对措施 果然一辆载具 直撤来 骑身三倍可警 跟枪扫射 迅速去换近战武器 高达地率先 接到一轮建立优势 但是敌人活力跟进 即使 如果瞬间藏血 一杯海岛冰茶 起到关键作用 快速回满血量 一个敌人出现 已经迅速掏出 1MP15将其接到 此时下方 已经烟雾笼罩 两个人烧瓶 绝对让对方 感受火烧的寂寞 一团火球 让敌人四处乱窜 如果不上机枪 最终倒在火海之中 最后一人躲在房区 如果透过窗户 提前枪打击 双方相互扫射 惊险将其淘汰 此时一波跟平 一波又起 南方向敌人的枪线 差点把一波送上飞机 血量回满 三倍开镜 获力拦截 这波打门是细节操作 如果拿的是 M机身扫射 或许会有所收获 但是盒子里的 AWM更有吸引力 接下来细细 欣赏一波 雨果的一发入魂 细听载具的斯宏生 左侧 防徐底人率先进圈 无疑给了雨果 打把的机会 骚活棍 也已经切换石杆 顺势朝着防徐 而去接下来的战场 坐收 余温之力 这时趴在楼顶 就没有后顾之忧 三倍镜在雨果的掌控之下 发发落空 精准锁住 一顿扫射 顺秒 三轮接着又是 穿烟满扫 死灵枪王 上下最后两个点结局 也是毫无悬念 驾驶在去 从烟雾里穿出 雨果跟撑扫射 将他们打回引体 随着从楼顶的滑落 散场 迎来尾声雨果细节烟雾 发起进攻 最后再看上面的淘汰分 8164 这个数据 估计在全区的排名如何 我硬是折腾了半天 也没找到全区排名的路口 如有知道的 请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是华庚 我们下期见 拜拜 阿宋 太阳 兄弟们 乱杀 知道吗 乱杀 乱杀 我们下期再见